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谈一个呢 啊 被打脸几率啊 超过90%的课题啊 ok 啊 是不是很掉你们胃口咧 什么课题要打阿虫的脸超过90%啊 ok 这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不妨拿出来讨论一下 就是呢 这个沙弄西呢 在这个六周选举过后呢 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做回这个周五达成啊 ok 为什么我会说我被打脸的几率超过90%呢啊 因为呢 啊 这个沙弄西呢 应该大概率会继续做回这个周五达成的啊啊 所以我现在在假设有没有一种情况下 他做不成啊 啊 周 呃 大家听完我这个视频了过后 不妨可以多一些施高了啊 ok 现在呢 这个沙弄西呢 你千万不要因为他也有官司啊 就认为他哦 他做不成这个周五达成的 倒不是这个原因 真的不是这个原因啊 ok 现在沙弄西呢 他依然可以正常的提名 然后依然可以正常的中选 然后做了几多周业呢 过后 他依然是可以做这个周五达成的啊 官司是无阻他做周五达成的 直到他背叛有罪了 过后那才不同讲啊 ok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探讨啊 就是呢 有没有可能呢 沙弄西呢 会被这些事情影响到 到最后他做不成这个周五达成呢 这可能性是有 虽然是很小啊 怎样说呢 啊 我这个视频 我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我们马来西亚皇室在于选择周五达成方面的权利啊 虽然我们的呃 君主立宪呢 啊 君权呢 是有点象征式 但是呢 呃 在一些方面上还是很大权利的 尤其是选择首相跟周五达成的时候了啊 ok 我现在不拿手相 这样来说了 我就拿走五达成来说了啊 呃 基本上是这样 苏丹呢 他不可以选择执政政府啊 就是说 如果这个选举出来了啊 这个执政党呢 是很明显的 是某一个政党啊 他有过半的议席 然后呢 你苏丹不可以说哦 我不要你这个党执政 我要那个小党执政啊 不可以啊 苏丹不能选择执政党 啊 但是呢 苏丹呢 有这个权利选择谁做周五大臣啊 就比如说 你现在你执政党是圣啊 ok 我承认你 但是呢 呃 这个周五大臣 你给我三个人选 我三个里面选一个啊 啊 说 你明白吗 啊 苏丹是有权利选择这个周五大臣 我举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例子啊 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了啊 ok 最早有类似这样课题的就是 是雪兰而走 而不是现在这个雪兰而走 苏丹是他的爸爸啊 在最早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啊 曾经有一个周五大臣是 雪州苏丹的女婿啊 然后就跟他的 呃 公主闹离婚 然后就闹得很不愉快 所以那时候 啊 雪州苏丹呢 是啊 拒绝让这一个人做周五大臣啊 所以那时候叮叮咚咚咚的过后呢 到最后啊 推出了一个阿布哈山出来做这个周五大臣啊 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一个历史了啊 啊 然后之后呢啊 在其他州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比如说在2009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呢 是霹雳变天的事件了啊 ok 在霹雳变天之前啊啊 啊 也就是2008年308海啸的时候啊 那时候呢啊 这个明年那时候还没有西蒙 那时候是明年啊 就胜出了这一个啊 霹雳变天的事件啊 可是呢 霹雳变天的事件啊 啊 只有一个回教党走一言啊 啊 啊 所以那时候呢 啊 一样是成三个人选给苏丹 然后那时候的啊 霹雳变手苏丹就选择了啊 這個 霹雳变天的事件啊阿啊 啊 苏丹也有 啊 靠的 扮演了一些角色了 不过 那个不重要了哈 周就这一個事件 Creature 我就给你们知道 就是 就是执政党乘三个人选给苏丹 然后苏丹三选一 然后之后事情就发展到了丁加努州 丁加努州其实国阵一路来都是要给一个叫做 伊德里斯人做这个州务大臣 然后有一届突然间被一个阿玛塞 半路劫伏 当中也是涉及了这个皇室的选择 而跟这个国阵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呢细节没有什么公开了 但是已经是全世界都知道 就是国阵本来想选这个 然后皇室那边反对 然后到最后叮叮咚咚咚的过后 变成阿玛塞做这个州务大臣 给然后之后呢 又来到了最近代的就是这个楼佛州 楼佛州大家都知道 他本来国阵要给这个哈斯尼做这个州大臣 但是可能皇室那边的意愿呢 到最后又变成了这个 奥哈菲斯做这个州大臣 这个也跟那个丁加努州的例子很相似了 整个细节没有公开出来 但是大家都知道是这样的情况了 我举这几个州的例子 纯粹是要给你们明白一点东西 就是这个苏丹虽然没有权利选择执政党 但是他绝对有这个权利选择他要执政党的哪一个议员来做这个州大臣 我举了这个四个例子 你们已经看到很清楚了 ok so现在呢 我们回到了这个沙弩西跟吉达州的情况 沙弩西 他就算了 他的回家党在吉达州大胜了 胜到丸了 ok 这个 吉达州的执政党是非回家党莫属了 没有第二个政党了 ok so这时候呢 州务大胜要选谁 当然 这时候呢 这个吉达州的回家党肯定是会推举沙弩西唯一人选 so 其实这时候呢 苏丹是有这个权利 问你可不可以推举其他几个人选来 然后 让我来选择一下 苏丹绝对有这个权利 ok so 苏丹一定要给这个回家党执政 但是他未必要给沙弩西州州大胜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了 ok 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只是我个人的假设 猜测 还有逻辑的推敲了 因为沙弩西呢 他现在犯的事情呢 是犯到皇室 基本上 他最近犯的这两宗煽动法令呢 都是非常的侮辱皇室 对皇室大不惊啊 老实讲啊 ok 他这样来做法的话呢 其实你要知道 马来西亚九个州的皇室是互同的 他们其实不是一个一个三散的 他们其实是互同的 他们已经是有整百年的联营的关系了 你会发现到啊 各州的公主都是嫁来嫁去啊 在九个州的皇室里面转来转去的 啊 所以 这个 薛州苏丹 还有这个彭亨州的苏丹 被这个沙弩西侮辱 啊 你说这个几打州的苏丹 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呢 啊 是有的 除非他跟沙弩西是真爱的啊 ok 啊 要不然的话呢 我觉得很正常的情况之下就是 你这个人狂妄到连苏丹都喷的话 我可以给你做州务大臣吗 啊 我给你做州务大臣 我要怎样跟我另外两位兄弟交代 啊 有没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我觉得是有 但是 这个可能性相对是小啦 为什么 因为 以沙弩西现在在杀 在几打州的那个威望的话呢 你如果不给他做的话 啊 会暴动的哦 整个州的子民会指着你这个君主来骂的哦 啊 啊 所以我该为什么会想霹雳变天 因为当初霹雳变天的时候 的确 有发生了这一幕 啊 就是因为霹雳本来是明年执政的 就因为 呃 这个霹雳变天 然后苏丹只是扮演其中一个角色 他不是推动者 只是扮演角色 也给霹雳州的人民骂了抽头了 啊 那个时候了 ok so 啊 就看咯 这个几打州的苏坛 如果到时候了啊 看他讲权衡了啊 一就是我要继续放任这个这么狂妄 对我们皇室大不敬的人做州大臣吗 二就是 我如果不给他做州大臣的话 将呃 我的子民如果反弹太大的话怎么办 他会陷入这个两难 但是我觉得到最后也会向人民妥协了啊 啊 因为啊 谁也不想做一个被人民骂的君主啊啊 啊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但是呢 我必须要说的是呢 其实 作为君主啊 作为书团呢 绝对有这个权利选择第二个啊 回教党的几打州 周一元做这个周五大臣 所以的确是有这可能权利选择不回这个周五大臣 所以那可能性很小啊 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会可能被打脸 因为我提出了这个假设啊 等下这个权利选择呢 作为周五大臣的话 是不是觉得我有点被打脸了 哎呀 18先被打脸了啊 啊 我只是提出一个假设跟大家讨论一下 好了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好